很多人可能從新聞報道 或者街頭抗爭上認識我吳文苑 其實加入社民營之前 我是一個企業策略顧問 在決定投身社會運動之後 我將工作量減低 收入亦都因此而變得不穩定 但我在想 相比一般基層市民 至少我仍然可以維持新計 其實有很多基層市民 每天都是因為政府的不仁施政 而令生活越來越困難 既然我運氣和地獄都比較好 負擔也比較少 就更加有更大的責任 要站出來 在街頭我遇過很多不同的人 有仍是還在Ground home入學生 有些只不過是想準時收工的馬公仔 有一家四口住在板間房 等上樓遙遙無期 有阿婆阿公 買一棵菜都要想過度高 更加有很多人 問為何香港人權和法治會變成這樣 甚至乎是對香港漸漸失去傷心 這個政府麻木不仁 面對這些人 試問我怎能不幫他們拿回頭 所以這麼多年來 社民聯就是為了這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而且不斷地進行街頭抗爭 實踐公民抗爭 我們有時候會被捕 被打壓 被護理 但這些都無所謂 作為一個香港人 只要幫到香港 只要幫到弱勢 只要幫到受壓迫的人去反抗 這些東西是應付香港人受壓迫 我們就要站出來反抗 其實街頭抗爭 不是社民聯的唯一方法 我們會用司法覆核去挑戰政府不合理的行政權力 利用司法制度 嘗試去扭轉社會的不公 過去幾年 都只是得長毛 代表社民聯在議會裏面為市民抗爭 可惜反對派在議會佔少數 用拉布抗衡惡法更是少之有少 立法會是一個重要的抗爭地點 阿毛一個撐得多久 所以我們絕對需要更多人進入立法會 和他一齊並肩總結 很多人說 投他一票就代表希望 投他一票就代表革命 其實抗爭是有緣有累 我一直都相信直接行動 只有不斷的抗爭 改變的希望才會出現 社民聯這麼多年來 都是竟於抗爭最前線 一直都嘗試給其他人探錢一路 面對今天的香港 我們需要更加多堅毅不屈的抗爭派 敢講敢做的議員 有毅力 有堅持 希望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 大家可以支持我一號 社民聯吳文元 為受壓迫的人反抗 團結抗命 敢講敢做 感謝大家 付購心 政府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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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